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曲 刘雨昕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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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昕 不发马特爱迪生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交 一切都知道 工具永远抓不到 鸡蛋泳泳水就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官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气泡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无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一生的奉献 爸爸别睡了 给我讲故事吧 好啊 宝贝想听故事了 讲什么呢 嗯 讲讲这个 冷瓷怎么样啊 冷瓷 干什么的呀 这个冷瓷啊 他是俄国的物理学家 电工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 他呀 等等老板 地球物理学家 是干什么的呀 地球物理学呀 就是研究地球大气圈 水圈 还有固体部分物理性质 和变化过程的科学 啊 是这样啊 冷瓷1804年2月 出生在俄国的多尔帕特 他16岁啊 就考入了帕尔特大学 但是啊 他还没有等到毕业呢 就离开了学校了 他辍学了 哈哈 冷瓷可不是辍学 因为冷瓷去做环球考察了 环 环球旅行 是啊 由于冷瓷从小就酷爱物理 在学校 他的物理成绩那是非常的优秀 所以啊 他就被学校选中 跟随一支舰队 去进行环球考察工作 冷瓷也就是在这次航行中 获得了物理学家的地位 这个冷瓷啊 很有成就的 他发现了关于电磁感应的冷瓷定律 和电热感应的胶耳冷瓷定律 哇 剑队 宝贝 你想什么呢 嗯 剑队航海 一定很好玩 宝贝 我带你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哎 小树下 你出现的简直太及时了 宝贝听话啊 你还太小 老爸也不放心你啊 你可以去看看冷瓷其他时期的事情啊 好吧 小树下 我们走吧 好嘞 小树下 要不你带我去船上看看吧 哎 别别别 我可担不起责任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你老爸还不把我给撕了 不会有事的 不行 嗯 真没见 那个人就是冷瓷吗 是啊 他就是冷瓷 冷瓷考察回来之后 便在一所中学教务里 同时呢 他还在总结整理 这个环球考察的结果 他还挺忙的 那是 整理完 他还向圣彼得堡皇家学院 做了考察成果的汇报呢 由于他的报告生动出色 他就被皇家学院 破例接受为研究生了 还当选为科学院候补院士 随后 由于成绩优秀 他就升为正式院士了 哇 他好厉害呀 厉害吧 1833年 愣次在圣底的堡皇家学院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篇名为 关于用电动力学方法 决定感升电流方向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 愣次首次提出了愣次定律 愣次定律 我带你去看一看 好吧 好久不见啊 大科学家 这不是小书签吗 很长时间都没看见你了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你以为就你忙啊 我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不 我带我的朋友洛宝贝 赶紧这学习学习 好啊 欢迎了 这是我的荣幸啊 人次先生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在研究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 和原磁场方向的关系 你看啊 很有意思啊 当影响感应电流的磁通量增加时 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 就会与原磁场方向相反 而磁通量减少时呢 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 就与原磁场方向相同 要是从力学的角度来说呢 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您继续研究吧 我先出去一下 小书圈 你的朋友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您先忙着啊 宝贝 你怎么了 哎呀 我的天哪 要是我不出来的话 他会不会跟我说一天啊 听得我晕头转向的 宝贝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小书圈带你去航海了 没有啊 哎 我说宝贝他爸 你别动不动就冤枉人 我怎么可能让宝贝深处险境呢 啊 没去就好 我这不是担心吗 你应该理解一个当父亲的心情 哎 谁理解我 宝贝啊 那你到底是怎么了 哎呀 这个愣次 你说起他的研究来 就没完没了的 听得宝贝 头都大了 哈哈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想想 科学家每发现一个东西 他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啊 你应该感受到他的喜悦 他那么努力的搞研究 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 希望自己的成果得到认同啊 哦 我知道了 就算我不懂 也要替他高兴 是不是 因为他做的是对大家有意义的事 哈哈 这就对了 好了 你们继续啊 注意安全 听见了吗 小书圈 小书圈 你怎么 还不动啊 我不去了 既然你对我这么不信任 那你再宝贝去吧 我还想多睡会儿觉呢 哎哎哎 你干什么 快走吧 你淑女点好不好 刚才你为什么拉着我啊 不然我就 你就怎么样 呃 没什么 我能对你老爸怎么样呢 毕竟是他把我请到你们家的 请到我们家 呃 买买 和百个全书一同买来的 嘿嘿嘿 你别怕我 阿你 我 胡 你 都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老师不行礼吗 哦 他原来是这里的老师啊 对呀 你终于参对了一回 你 哼 懒得理你 哎 小手车 还有洛宝贝 你们怎么来了 哎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当老师了吗 我们是来给你道喜的 祝贺 祝贺啊 哈哈 多谢了 我现在急着去上课 你们等我下课 有许多问题我想跟你探讨呢 小手车 嗯 没问题 嘿嘿嘿 那好啊 你们就先在这儿随便参观一下吧 我去上课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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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忙您的 我们自己参观参观 宝贝 我跟你说啊 其实浪次在地球物理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卓越的 它积累了大量的可靠的观测数据 在全球性科学行情中 它除了测量深海的海水体重和温度之外 还发现并正确地解释了 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到南北的海水含颜量较高的现象 宝贝 你知道吗 大西洋的含颜量比太平洋的高 而印度洋的含颜量呢 就要相对低一些呢 啊 能确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它就喝过啊 啊 宝贝 你总是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愣次 它这是通过科学的测量方法取得的成果 要不 你下回问问它 啊 那还是算了吧 嘿嘿 那我继续说啊 愣次还注意到了在一定纬度下 海洋表面的水温是高于水面上空气温度的 愣次是最早提出气压测量法的人 他于1845年倡议和组织了俄国地理学会 宝贝啊 怎么样了 嗯 听得有点乱 哈哈 宝贝 你怎么又乱了呀 小书签告诉你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棱池的本领还大着呢 啊 我觉得我听的已经挺多的了 它还有什么本领啊 我想想啊 听你说哪部分呢 哎 棱池还确定了电机的可逆性 发现了电书反应现象 对 为了减少电书反应 他建议采用电机的电刷位移法 我说宝贝他爸 这段话不是百科全书上写的吗 你别老把书上写的话背给宝贝听好不好 你要有感情的去给宝贝讲故事 我 小书签 你非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啊 我这不是跟你作对 你不能总拿你在书上了解的那个东西 糊弄宝贝啊 没事就多学习学习啊 嘿 我说小书签 你还来劲了是吧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还是自己去看吧 你们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跟小孩似的 哎呀 这个小书签 小书签 这是哪儿啊 这只好漂亮啊 这里是鄂尔布鲁斯山 小书签 你带我来这里就对了 表现不错 你是带我来找蝴蝶的吗 不是 我带你来 主要是愣次会在这里测量山的高度 愣次会派到南俄罗斯执行高架索山 黑海和离海沿岸岸的大地勘测任务 小书签啊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 我们 我们是来度度假的 我们觉得 对 这的景色好美啊 不来度度假 很遗憾的 小书签 你不要冲强别人的话好不好 你要是把我惹急了 我就不理你了 别别别 我怕你了还不行吗 还没见过小书签怕过谁呢 有意思 我说愣次先生 你这是在心里在乐阔吗 没有 对了 你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 一会儿就要下雨了 要是遇到山地滑坡就很危险了 那您不走吗 我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勘测完 你们先走吧 那您可要注意安全呀 嗯 放心吧 你们快回去吧 哎呀 当科学家还真是辛苦啊 是啊 那一次不但要跋山涉水 还有可能遇到危险 那是相当辛苦啊 当个科学家还真是不容易 所以嘛 你更要好好学习了 把他们积累的知识传承下去 做出更大的成就来 哎呀 你怎么又像我老爸一样 开始说教了 啊 有吗 可能啊 我是受你老爸的影响了 你还是别像他了 小书家 我们回去吧 我还有好多地方没带你去呢 可是我累了呀 嗯 那好吧 爸爸 我们回来了 哟 回来了 宝贝 有什么感想啊 快给老爸说说 哎 当个科学家可真是不容易啊 跋山涉水的 吃不好穿不好 嗯 还有可能遇到危险呢 啊 还感慨上了 宝贝这次可是没有白去吧 你看我小书签带着去就是不一样 你又来了 哈哈 宝贝 你知道吗 宝贝还在海军武备学校监过课呢 而且啊 宝贝他还主持过中心师范学院物理学教研室的工作 总之啊 宝贝为培养俄国物理学家那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 还有啊 他的物理指南还成为了俄国中学生的教科书呢 啊 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书签 你是怎么回事啊 啊 你不是号称自己无所不知吗 你 你那都是道具图书 我 你说什么 我说宝贝他爸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啊 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说我要干什么了吗 啊 我只不过是想出去一下 看来啊 我真的想办法制止这个小书签了 啊 甚至越来越不像话了 哎 吓死我了 还以为他又要拿我去研究呢 小乖 你来一下 你只要管住你这张嘴都没事了 我也觉得你最近对我老爸有点过分了 是吗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小书签啊 要学会与人相处啊 哎 你怎么出来了 我能不出来吗 你对我的介绍也太草率了 亏我们还认识了这么久 你太让我伤心了 好了 好了 是我不好 行不行 我再给你好好补充补充 行了吧 不要难过哦 难过 你不要让我失望就行了 不会的 放心吧 宝贝啊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愣次的成就吧 好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要做 我想想啊 呃 哎 对了 1838年的时候 愣次与俄国物理学家雅克比合作 对电磁铁最佳构造进行了研究 这见证了词化现象研究的基础 他们还共同完成了名为《论电磁定律》的论文 这篇论文是对电动机械的电磁学计算方法的最早贡献 愣次真是了不起 是啊 对了 愣次是用自己发明的仪器来研究焦变电流曲线形式的 你老爸没有讲过吧 好像没有 哈哈 我就说嘛 他哪有我知道的多啊 好了 讲完了 老头小二 你没有说完 啊 还有什么我没提到的吗 你应该给洛宝贝解释一下 我发现电热效应的棱磁定律 为什么叫胶尔棱磁定律啊 这个呀 我知道 好了 您歇着吧 我给宝贝讲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呢 是胶尔发现了这一定律稍早一点 但是 在当时胶尔的实验并没有立即被科学家们所公认 而愣次呢 随后做的实验 对这条定律的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是它使这条定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啊 这样啊 愣次的一生都在为他所钟爱的物理学做了无私的奉献 从来呢 会要求什么 1846年的时候 愣次因患眼疾辞去了校党的工作 后来呢 因为脑溢穴失事了 可是他的成就会流传千古的 嗯 没错 小树餐讲完了吧 我要去做作业了 哎 今天都怪这个落洞天 把我的思路都给打断了 我都没能好好地发挥 啊 谁在说我坏话呢 算了 宝贝 等今年中秋啊 老爸给你再买一个 哎 听一下电话啊 嘿 样板戏 这铃声够厉害的 哈哈 算了 宝贝 等今年中秋啊 不好意思啊 哎呀 这以后不准啊 拍戏的时候 开手机 好不好啊 你给那个仲天老师说一说啊 哎 好 好 您放心 嗯 您稍弄一下 在那里儿 Для 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